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补充一个 在学EQ的时候 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产生自觉的方法 就是圣经中的因果律 很多人认为这个所谓因果律 你就会想到因果报应 就觉得说 这个是佛教思想 你怎么可以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讲呢 但是其实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充满了因果律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摩西他在对以色列百姓 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 要准备进迦南 摩西跟他们说 我呼天唤地地告诉你们 你们要拣选这样的道路 不要拣选那样的道路 因为你选择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道路会有这样的结果 你选择那样的行为 那样的道路会有那样的结果 所以什么行为会有什么结果 在英文叫logical consequence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所谓的逻辑结果率 你做这个决定会有这样的结果 你做那样的决定会有那样的结果 你有不同的这个行为模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那我再举一个小气的丈夫的例子 我有一个个案 他跟他的丈夫结婚25年的时候来找我 那他说他已经受不了他的丈夫 他想要跟他的丈夫离婚 可是我说你们孩子也都大了 现在正可以享福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呢 他说什么问题 光一个问题已经让我受苦25年了 那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丈夫非常非常的小气 所以呢连老婆以前上班赚的钱 跟老公赚的钱 全部老公都掌管的死死的 他是每个礼拜发这个买菜钱给老婆 而且要老婆记账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大吵一架 我跑去辅导到半夜一点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婆记账的账务 就是这个账上跟实际上有五毛钱的不balance 就是有差了五毛钱 那个账不符合 但是只有五毛钱 我就觉得说你们吵架的时间 就可以去拿一点手工来做 也可以赚点钱吧 所以呢 这个丈夫确实他这个小气 然后对金钱没有安全感的这个个性 确实给妻子有很大的困扰 然后呢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他因为很深他丈夫的气 他觉得他也去上班 他也赚钱 那些孩子也大了 他看到有好多教会的姐妹都去做脸 那可是他没有钱可以做脸 想去教会姐妹约他去欧洲旅游 去亚洲旅游 可是他的丈夫都觉得很浪费 所以呢 后来我就跟他的妻子说 因为他的妻子我们看见 如果你采取不同的回应的话 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所以我告诉他妻子 你可以有另外一个回应 因为当妻子一直注意的是 丈夫的问题 是觉察自己的问题 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缺乏 自己的缺乏就是说 这世界上小气的丈夫是有的 可是我既然嫁给一个小气的丈夫 那我如何不让她的小气 影响到我的生活 不让就是我们的关系更差 我缺乏这个能力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求神 圣经上告诉我们 说我们若有缺乏智慧的 就当求那厚赐于人 也不赐责人的神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主就必赐给我们 那所以呢我就告诉他 我就说你现在已经退休了 那么你可以 你的英文那么好 你可以做一些翻译的工作 所以呢他 因为我知道他很喜欢读书 他跟台湾的这个 这个翻译社有一些的往来 所以他就真的去拿一些东西来翻译 就赚了一点钱 然后他有跟他丈夫说 说他会去做翻译工作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 part time工作 不是正规的 所以呢这个钱是我自己要管 所以他们协商好了以后 那后来他就用这个钱 去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那后来呢他甚至考上了 就是在法院里面来做翻译 那那个终点费就更高了 那所以反而因为他的困难 他因为不同的回应 他的人生下半场 又开启了另外一片田地 那这些都是因祸得福 那当他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 然后他心情更开朗 就跟丈夫的关系更好 后来他丈夫也发现说 妻子打扮得非常有朝气 漂漂亮亮的 也是丈夫之福啊 更何况他是用他自己part time的打工的钱 然后再加上因为他找的那份part time 是很好的可以帮法院翻译的这个工作 所以他也更有自信 所以妻子的不同回应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是圣经中的因果律 所以我们用现代语言来解释说 每一个选择都会有一个结果 也就是你每一天你的想法会带来结果 所以你必须要自觉 你的想法大部分是负面的 或者你是一直在他十个特质里面 可能有五个坏的五个好的 甚至有九个好的一个坏的 你是不是一直在注意那个不好的地方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自觉 还有你说话 你有没有自觉力 因为有一些人一开口说话 就想让人家揍他 所以在中国叫早抽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说话 在台湾是讲欠揍 有些人是欠揍或早抽 每一个行动也都有他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希望改善结果 你就必须要改善你前面的行为 所以结果是下游 你需要回到上游 要追本溯源 你不可能希望你改善结果 你却不改善你的行为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 那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再带一个夫妇小组 我们就来探讨如何来促进夫妻关系 当然我们已经上了好多课了 已经上很多课 已经可以进展到就是亲密的互动 那亲密的互动 所以我们有一个小组讨论说 怎么样的亲密互动 可以来促进夫妻的关系 所以他们有人就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到了 不如中年 所以很需要运动 所以我们夫妻两个呢 就是常常牵着手饭后去走路 有的时候老公老婆说 我喜欢老公搭肩 那也有人讲说 虽然年纪一大把了 可是也可以kiss对方 然后呢就突然我们的主缘里面 就有一个人讲说 kiss我才不要kiss我老公呢 他一个月才刷牙一次 然后当场他的老公脸上 马上就变绿了 回去呢大吵一架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妻子 他有一个觉察力的话 他能够在说话之前 能够觉察 他说出来的话 是不是能够得到他所要的 比方他也许长期对老公 一个月才刷一次牙 虽然这是很不好的习惯 他很不满 可是在这个时候 当大家说 我们也可以常常kiss对方 去亲吻对方 那这个时候 他在脑中 他如果有自我觉察力的话 他在脑中会先运作 我这个话一说出来 会 我的老公就会说 老公你说的事从明天开始 我吃完东西我就刷牙 我不但刷牙 我还用口气清香剂来刷牙 你觉得会产生这个结果吗 我常跟同学们讲说别想 所以通常你讲出来的那个结果 你仔细想一想的话 是不是你要的 所以这个妻子 如果有自我觉察力 她就会觉察 她说这样的话会去伤人 而且是在说出来之前 就已经能够有这种觉察力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觉得 觉察力真的是EQ的入门 你什么都没有觉察 那真的对成长 对改善 一切都免谈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